29日就做直播了 告訴大家說有這個GPS定位水箱地圖 水甲池濟公的上白礁配族賴靜華道 到那個 京江津西畔 在古代 可能就是靠近台灣海峽 現在已經距離那個海岸的那個人了 在古代有那個道風內海 你看這個祭典活動就是往西邊 江津西畔有沒有 在那個白礁亭那邊有共放中華民族的 類主類宗還有福建那個白礁 就是寶生大地的祖廟 那個寶生大地的神尾 要到那邊做祭典 然後再 一大早在雪甲池濟公那邊有祭典 然後再繞境出去到 江津西 看那個白礁亭那邊做祭拜類主類宗的 要面向台灣海峽那邊 面向福建那邊 做祭拜類主類宗的 寶生大地的 於是 然後再回來 那個 過程就是有繞境 晚上十點多才入廟 你看 啊直播呢 早上五點多就直播了 你看多辛苦 然後那個鎮頭很有名 你看那個祺白鶴的 七仙陣 還有真人藝閣 真人藝閣呢 不是用機器人的 不是用那個機械會動的那個機器人 他是真人 扮成那個仙火的 菩薩的那個藝閣 有丟團狗的啦 也有 也有撒那個紅包的 今年的時候有那個 會丟那個紅包 有彩券還是可以兌換什麼 還是摸彩券 很有創意喔 到那個水餃吃雞工的 YouTube頻道 可以看到 民國七十年代的 鬧進活動的珍貴影像 看看古代的那個鎮頭 現在還有那個AI可以修復 有的黑白的還可以變彩色 好厲害 模糊的還可以變清楚 找AI會圖 找那個 CHAT GPT GHAT 是聊天 然後 GPT 喔 機器人 人工智能的 聊天機器人 好可以幫忙 寫論文喔 寫程式喔 回答問題喔 製作影片 製作圖片喔 好厲害喔 但是那個美國好像也 扭約還是什麼 教育器就禁止使用 避免抄襲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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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都 有 有